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做的节目当中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人道主义本身是反基督教信仰的 这个说法我觉得好像比较有刺激性 但是可能也很难理解 那么我今天就特地做一期节目来谈这个事 就是为什么人道主义是反基督教信仰的 那么我这期节目谈的就叫人道主义的谬误 人道主义是来自于这样一个看法 就是人的责任是促进人类福祉 那人道主义的基础是所有人都应该接受尊重和尊严 并应受到同样的对待 注意我这里面读的时候 如果你不熟悉政治学的一些复杂的概念 你听起来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好听的 事实上每一句话都伴随着陷阱 人道主义憎恨奴隶制 强调人权 以及反对任何基于肤色 宗教血统和出身地特征的歧视 是不是很好听 人道主义鼓吹 人为在或自然灾害中要拯救生命 减轻痛苦并促进人类的尊严 那如果你真正的理解我刚才读的这段话 你就能理解人道主义 为什么 你就会理解当今这个世界 为什么左派那么横行霸道 这些疯子们 他们都是在唱人道主义的高调 而且洋洋得意 比如在今天 人道主义者会站在巴勒斯坦一边 唱道德高调 比如这个 这个我刚看到那个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吉他大师 就是被称为慢手嘛 他叫艾瑞克克拉普顿 他就刚刚做了一个这个演唱会 在支持巴勒斯坦 要保护巴勒斯坦的孩子们 但是他们这样做 表面上看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 你在这么做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哈马斯流氓 举国都是流氓啊 对以色列人的血腥屠杀 这个前提你们不要了 你们只要后面的这一部分 OK这个先放一边 接着谈这个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 它的来源是来源于 最早来源于卢梭的观念 是卢梭最早高调的鼓吹人道主义 它后来呢 成了马克思主义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它的思想 来自于这样一种假设 就是人生来是一张白纸 人的本质是善良的 卢梭说我们的本性是 我们人性的本质是善良的 是纯洁的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被社会腐蚀污染了 我们的人性是生来纯洁健康 能够自我生存 我们用天生的同情心和纯真 因为我们生来善良 那么 警救卢梭这个说法 你就知道了 卢梭是在把上帝拉下神坛 因为上帝借着耶利米的口 告诉人们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无法医治 谁能石头呢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这是诗篇当中讲的 诗篇当中 还说这个诗篇里面 它是大部分是大卫的作品 这大卫说 恶人一出母胎 就与神疏远 一离母腹 便走错路 说谎话 可见人性一开始就是败坏的 没有什么 你想的那么 什么纯洁如白纸 这是信仰的 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也就是为什么我说 这个人道主义 它是反基督教信仰 而使徒约翰呢 说的最直白 说我们说 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便不 不在我们心里了 圣经的教导 明白无误的说明 卢梭的人性 本质是善良的 它是一种胡说 霍普斯在 《论公民》 这个作品中 对人性提出了 两项原则性的认知 第一 人性是贪婪的 第二 人性有自然的理性 所以这个霍普斯 对这人性的认知 显然是要远远高于卢梭 他是 是吧 是恰当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霍普斯的这些理论 在英国被 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所继承 美国著名的文学 批评家 欧文 巴比特 他在 《卢梭与浪漫主义》 一书中 谴责卢梭 认为卢梭 是引发思想革命 导致了 现代社会的困境 巴比特说的 非常的准确 巴比特呢 他本人自称是 新人文主义者 所以呢 他就特地区分了 人道主义 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区别 他说 人道主义是感情用事的 是那些为全人类着想 希望让每个人的生活 都变得更美好的 人道主义 还奋行一种自然主义的教条 认为要改善人们的生活 只需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 确保他们有良好的食物 住所 他们就会幸福 巴比特认为 人道主义的鼓吹 忽视了人类生活的精神维度 人类生活不仅仅是通过物质商品 就可以满足的 因此 卢梭的人道主义 乌托邦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 甚至 人类生活会因此变得更糟糕 巴比特认为 人类必须承认一些 比自己更高的外部权威 遵守外部权威的界面规则 使人类社会得以繁荣 巴比特的这个外部权威 说得很清楚 就是雅威 那既然 卢梭赶上了人道主义 他的假设是建立在 人类的本质是善良的 这样一个认知的基础之上 如果你不 他 卢梭认为 就是人类本质是善良的 你只要不去管他 他自己就能够做正确的事情 你只需要对他 满足物质就可以了 这就是现代福利主义的 这个滥伤的一个来源 而巴比特认为 这个外部的权威 对控制个人的欲望 是必要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罪信 必须有一个 万在的权威控制 这个权威 是吧 是 其实吧 推到最高 是亚维最往下 是他所构建的 这一套秩序 巴比特断言说 人道主义正在鼓励 庸俗的个人主义 而不是呼吁美德 美德是保守派的 一个核心的观念 如果人道主义者 为所欲为 美德就变得无关紧要 为每个人提供 必需品的系统 将消除对美德的追求 他断言 人道主义 这个 必然会给对 摧毁一个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 对这种美德追求的 这样的一种体系 这个问题实际上 你在福利主义 横行的这些美国 你就能够知道这个 或者是能够感受到 巴比特的真知灼见 或者说也很容易 理解这个问题 最后再说一遍 就是说 之所以说人道主义 是反上帝的 从卢梭开始 他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人道主义 他是高举人的理性的 他是 就是说他对人的 这一系列的看法 是在人的理性的基础 之上 他忘了造物主 具有绝对的主权 比如无国界的 一省 组织的前执行董事 托伦特 他这样讲 说人道行动 最重要的原则 是人道中立 独立 公正 他坚信 所有的人 享有平等的尊严 因为他们是 完全基于需要的人 与不受受缘者之间的歧视 人道组织 避免参与敌对行动中 有利于冲突的 任何一方的行动 该行动符合政治宗教 和其他议程的利益 按照就是他们的 这个人道主义的标准 就是在巴以之间 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要不偏不倚的 站在这中间 是吧 谁动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动物 对不对 我们不是一种 没有情感的 没有美德追求的 这样的一个物种 那这句话呢 你也可以很容易的 就联系到 就是当下的一些 白左的问题 那人不可能 有平等的尊严 是吧 首先就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人道中立 独立和公正 它是基于人的定义 那这个人道中立 独立 公正 它就不是真正的人道 中立 独立和公正 因此 这些 就是这些 你所提的这些 好听的词汇 它是到底是出于人的 还是出于上帝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保守派 和这些社会主义者们 左翼自由主义者们的 核心的区别 其次人的行动 不可能不受 道德与信仰的驱动 宗教与文化的平等 放之自海 皆准 这样的是不存在的 那既然要高举人的理性 那么人来定义 什么是人道中立 独立公正 就是必须的 这种状况下 还需要上帝和圣经的教导吗 上帝说 我是耶和华 茶痛人心 誓言肺腑的 要照着个人的行为 和个人所做的事的结果 报应个人 这样的经文 在人道主义那里 还能成立吗 如同任何一种学说一样 人道主义也是花样繁多的 它有什么帝国人道主义 新人道主义 自由人道主义 临时人道主义 有组织人道主义 和表现主义人道主义 等等等等 奇谈怪论 那明白了 人道主义是咋回事 你就能明白 现在弥漫世界的这种 圣母表是咋回事 从卢梭到马克思 到文化民族 那个现在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等等 是吧 这个世界 还包括现在的环保主义等等 他们都是 打着人 人道主义的旗号 唱着动听的人道主义的高调 事实上在把人 是吧 往奴役的方向 往地狱的方向 在引导 如果秩序正义自由 不是来自 是来自人的定义 而不是来自于造物主的恩赐 那我们只能在不同的奴役当中 做出选择 事实如此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